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 美国对于中国的委屈也越来越明显 现在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已经可以和美国比肩而立了 但是中国的互联网产业并不是最令美国害怕的东西 那么最令美国害怕的是什么呢? 答案就是中国的工业化 为什么呢? 因为工业化是一个国家最核心的竞争力 我们为什么感觉中国现在发展得非常迅速 甚至有了一种中国已经跻身发达国家的感觉 就是因为中国的工业化进程非常迅速 可以说我们中国人的底气就是来源于我们工业化进程发展迅速 中国发展工业化有多迅速呢? 在1949年之前 中国还处于农业文明阶段 但是现在中国已经拥有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 可以说除了爆发战争 我国就是立于不败之地 我国每30年完成的工业化成果 甚至相当于欧洲100年工业化才能达到的 要知道我们不可一世的邻居日本可是用了200年才完成工业化的进程 工业化的发展真的这么有影响力吗? 答案当然是是的 我们正视化是一个国家最核心的竞争力 我们为什么感觉中国现在发展得非常迅速 甚至有了一化发展 甚至有点去工业化的趋向 所以现在美国经济逐年缩水 曾经工业化被美国等发达国家称为引证之客 牺牲未来发展 现在欧美等国家的经济学家曾经无比推崇去工业化发展 将就利用钱生钱 用经济学和高等教育的知识来赚钱 想法很好 但是没有工业、制造业的支持 这些想法终究只是幻想 工业化是一个国家的支柱 支柱都不稳了 拿什么发展上层经济 现在美国的社会问题非常严重 他们一度推崇的去工业化发展必并频出 合理运用资源 发展现代工业化 保证可持续发展 再过十年这个道理也不会过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